圣地亚哥电影节在天华语影片 李莫作品受关注 王一博的影子可见 当王一博踏入乌镇并开始观赏各种戏剧时 网络上便涌现了许多网友分享的与王一博意外相遇的时刻 他们并不是有意追逐或围观 只是在自己欣赏戏剧的过程中偶然与王一博邂逅 乌镇的每一角落都似乎充满了王一博的身影 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幸运的地方 不论是在美术馆 会展中心还是秀水狼剧园 王一博都频繁地出现 好像想要探索乌镇的每一个角落 他一天之内可以连续看18场戏 真正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热情 在乌镇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有可能与王一博不期而遇 这无疑给乌镇增添了一份特殊的魅力 王一博的记忆力让人震惊 他能够记住曾经听过的歌 看过的剧 甚至是小时候观看的动画片 这样的天赋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他如同一块不断吸收的海绵 每次的经历 每一次的学习 都成为他前行的动力 此次在乌镇的行程 他游走于各个角落 观赏各种表演 无疑这些都会为他的未来提供无尽的灵感 王一博将这些精力转化为自己的资本 不断地丰富自己 持续地前行 王一博似乎拥有一个永不停息的好奇心 不断地在为自己的宝藏盒子添加新的技能和知识 他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独特魅力 不仅仅是他出众的外貌 更是他那种对于知识和技能的无尽渴望 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始终保持着那种新人出入圈子的心态 对于每一样新事物都保持着敬畏和好奇 在乌镇戏剧节上 王一博的身影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真正的艺人不仅要有才华 更要有那份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学习的热情 无论是在录制节目时展现出的多才多艺 还是在私下时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 王一博都给人一种不断前行的决心 他不仅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更是那种真正能够影响和激励人心的演员 希望他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 也期待他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的朋友这部作品 无疑已经成为了王一博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入围第24届圣地亚各亚洲电影节 是对王一博演技的又一次肯定 也是对整部作品的高度评价 王一博凭借其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 成功捕捉到了观众的心 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 王一博能够持续在国际舞台上 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和认可 实属不易 这也足以证明他的演技和才华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广泛好评 这次电影节的展映 不仅是《我的朋友》这部作品的又一次亮相 更是王一博演艺生涯的又一次飞跃 希望王一博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不断超越自己 成为影坛的一颗璀璨之星 《我的朋友》不仅仅是王一博的又一成功作品 更是展现了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一部短片 竟然连续入围了如此多的国际知名电影节 这本身就是对该片质量 制作水准以及演员表现的最好证明 王一博以其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为我们诠释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使得这部短片在短短的时间内深深打动了观众 而这部作品也无疑进一步加强了王一博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更多的国际观众了解到他这个优秀的中国演员 王一博的表现无疑再次凸显了他的实力和演技 对于一个演员而言 有时一部短片 一段短暂的表演 足以证明其真正的价值和才华 正如许多观众和业内人士所说 王一博并非仅仅依赖于其颜值和流量 更多的是他在演技上的真挚和深入 我的朋友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国际认可 除了片中精彩的剧情 导演的巧妙安排 王一博的出色表现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他完美地将角色的情感和心境传达给了观众 使得这部短片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这也向公众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真正的艺术和才华是不分国界的 真正的优秀作品和出色的演员 总会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可 王一博的职业态度和演技深的业内的认同与喜爱 胡君老师的夸赞更是证明了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有颜值的流量小生 更是一个深藏不露实力深厚的演员 王一博在不同的项目中都展现出了 他的认真态度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 不管是在电视剧电影还是真人秀节目中 他都积极地去学习去挑战从不放松自己 这种敬业的态度自然会得到合作伙伴和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对于王一博而言 这样的夸奖和认可不仅是一种鼓励 更是一种动力 让他更加努力 更加精进 为大家带来更多 更好的作品 真的让人不禁佩服 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艺人 更是一个全面发展 不断努力 持续突破的多面手 每一个项目 每一次合作 都能看到王一博的全力以赴 都能看到他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 与此同时 王一博对待同事和前辈的态度也让人印象深刻 他尊重每一位合作伙伴 愿意倾听 学习 无论是对方是大牌还是新人 王一博都会给予足够的尊重 王一博的关锯方式真是独特 充满了军事式的效率与专注 同时 李默的作品能够入围圣地亚哥电影节 展现了他在电影领域的深厚实力 而胡军老师能如此高度评价王一博 更证明了王一博在业内的认可度 与他本人的真正实力 这些事情都为王一博的明星之路增添了光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